这架破败不堪的轰炸机正飞越欧亚大陆执行任务 只见它投下一枚核弹 然后分化成无数米弹 而目标就是继续摧毁敌方的城市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 飞机发动机不断冒着浓烟 不知已经飞行了多少年 人类早已经在2023年的核战中消失 而驾驶员也只是个窟窿 所有的一切在智能系统控制下 扫描着敌方动向 双方的战斗很是焦重 一次又一次的核战后 城市变得破烂不堪 唯有小草的生命还在继续 就这样 没有人类的战争又持续了10年之久 能源不断耗尽 系统自动调整能源供给模式 将休眠仓的能源全部传输到战机中 继续无休止的盲目战斗 持续不断的启动战机 源源不断的装填弹药 战斗机里的骷髅驾驶员依然还在 只是战斗机已经残败不堪 更加沧桑 雷达依然扫描着敌方的动向 而就在这时 反应堆出现故障导致机库无法打开 其他战机无法出去 智能系统自动启动了备用方案 将所有电力全部转移至机库系统 飞机再次起飞 继续无休止的战斗 在一场场的战斗下 地球已经变得昏暗无光 被核弹摧毁得没有了原来的模样 而就在这时 战斗机发动机出现异常 无法继续战斗 轰炸机启动了自毁模式 将骷髅飞行员弹射了出去 而轰炸机自行坠入大海 而战争也到此走向中国 海水漂过以海 显得多么讽刺 人类没了 战争结束了 反而这一切对于其他生物来说并非坏事 尼路欢快地继续生活在地球 七五的白鹤还是那么美丽 于而照样游来游去 人类的战争又是为了什么 或许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人类消失 还有新的生物照样生存 人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